代兄出征三年 凯旋第二天 宿敌萧云记进宫求了一纸婚书 说要娶我 我在宫门外等了一天 眼含热泪 萧将军 臣女不配萧云记打马而来 挑眉一笑 令兄说她妹妹温婉贤淑 今日一见 荣二小姐的确端庄大方 与本将军天造地设 我温柔一笑 捏碎了袖中的匕首 我叫荣月 我爹是大燕镇北将军 我娘是大燕第一才女 我还有一个同胞哥哥 荣峰 我们兄妹俩完美继承了爹娘的基因 只是稍微出现了那么一点偏差 我随了我爹 天生力大无穷 骨骼轻奇 而我哥随了我娘 成日礼书不离手 抓至机都费尽 每次我上房接瓦 将我哥的书房搞得鸡飞狗跳 我哥都会扯过掉了一条腿的书桌 不紧不慢写一篇习文 控诉我的罪行 日积月累 我的武艺突飞猛进 我哥的文章也越发犀利斐然 我娘忧心忡忡 这样下去不行了 阿峰娶不上媳妇 无所谓 阿月要嫁不出去 可怎么办 我爹倒很乐观 阿月是天生的将才 怎么会没人要 这句夸奖深得我意 咔嚓 我一个激动 直接劈碎了三根梅花妆 既然我这么厉害 那以后我的夫君肯定是大燕最好看的男人了 我爹沉默了一下 实在不行 套麻袋吧 然后我就拿麻袋套了安国公府的小柿子萧云记 在全京城各个街巷蹲守一个月后 我确定 他就是最好看的那一个 你是谁 萧云记小小年纪 性格倒是沉稳得不行 你想要什么 本柿子都能给我拖着塞 我要抓你回去当压寨夫人 麻袋里安静下来 我撇嘴 真是没诚意 这么小的要求都不满足 然后我发现麻袋破了一个小洞 萧云记正试图逃跑 被我一眼识破 一拳下去 他彻底昏了过去 我把麻袋扔到了安国公府的大门前就溜了 萧云记这人没什么意思 于是我转眼就把这事忘了 我更在意另一件事 我爹准备送我去吴明山学武艺了 至于我哥 就顺带在吴明山下的吴明书院念书 出发前我才发现娘亲给我的红玉簪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我哥安慰我 丢了也好 省得以后打人的时候束手束脚 最后他顶着一张爹娘混打的脸和我一起出了城 六年后 西南战事起 爹爹在战场受伤的消息传来 我决定带兄出征 我哥眼眶红了 阿月 哥哥没能照顾好你 战场刀剑无眼 你千万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红莺枪 这东西挺沉的吧 我哥捏了捏酸疼的手腕 嗯 我拍拍他的肩 有话写信吧 再耽误下去 我来不及立功了 紧赶慢赶 我还是晚了一步 萧云记率军之缘 以少胜多 不但救了我爹 还抢了我扬名立万的机会 当我风尘仆仆来到营地 就看到我爹已经喝大了 正和萧云记称兄道弟 啊 阿风 你来了 快来见过你萧叔叔 我 哥谁谁能受得了 曾经的手下败将莫名其妙成了长辈 我扶过我爹 客气行礼 萧世子 少年终于侧头看来 篝火映照在那张俊朗绝色的脸容之上 鼻梁高挺 眸色如墨 我愣了下 心内感慨 当年眼光果然一绝 萧云记这模样 执那一个破麻袋了 但抢了我功劳这事儿 没完 我挤出一个笑 萧世子当真厉害 不过都说安国公书话乃当是一绝 不知道萧世子怎么想到要习武从军 萧云记似是笑了笑 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 这回答 一听就很假 好在我很快在军中混开 打听到了第一手消息 听说萧世子八岁那年被匪人绑过 差点命都没了 养好身体以后 萧世子就铁了心气纹从武了呗 我倒抽一口冷气 好家伙 还是我的锅 夫君没找到 到时给我自己找来一个死对头 死后三年 萧云记不停帮我验证这一点 我率荣家军 萧云记率黑骑军 我以三千战一万 萧云记再下一城 我沉冰红河外 一夜横渡十万强兵 萧云记连破西南七城 铁骑狼烟 世人皆知大宴出了两位将星 但我出道晚了点 名字就总排在萧云记之后 这口气 一憋就是三年 终于 最后一战 我抢先萧云记一步破城 将荣家军的军旗插上城墙 与城下的萧云记遥遥相望 我挑了挑眉 萧柿子 承让萧云记仰头定定看了我几秒 却忽而偏头一笑 我被这一笑晃了下神 回过神来顿时怒了 笑? 你笑什么笑? 我这次赢你 可是光明正大 总而言之 和萧云记争了这么久 最后这场我总算是出尽风头 当晚 萧云记拎着酒来找我 本来不想给他这个面子 但想到仗已经打完 以后我就要换回荣岳的身份 再想这么放肆就没什么机会了 于是欣然答应 酒过三巡之后 我看着倒在我肩头 抱着我不撒手的萧云记 心情复杂 看来当初他把我爹灌醉 绝对是喝了假酒 萧世子 请放手 我克制着说道 听说你有个同胞妹妹 萧云记问道 我瞥她一眼 是啊 我妹妹温婉贤淑 才情一绝 怎么 羡慕 萧云记低笑一声 却抱得更紧了 在我脖梗蹭了蹭 压低了声音 确实 不过容风 你的腰怎么这么细 万万没想到 萧云记这丝居然比我还放肆 我直接抓开了她的手 萧云记 我劝你冷静 她终于退开些许 如墨的眼眸望着我的眼睛 好一会儿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周围空气变得稀薄 说实话 萧云记这张脸确实能打 到现在她也还是我见过的 最好看的人 可惜了 长这么好 人太狗 萧云记的目光缓缓下移 落在了我的唇上 而后四世下定了决心一般 缓缓靠近 我直接把萧云记按在了地上 萧云记 你找死啊 我把你当兄弟 你他妈想亲我哥 我爹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我和萧云记都红着脸 衣衫凌乱 我还骑在萧云记腰上 我爹连忙退了出去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把萧云记敲晕送了回去 然后直接杀到了我爹的营帐 见了我 我爹很震惊 这么快 我深吸口气 微微一笑 爹 您什么意思 再三确认我们俩之间确实没发生什么 我爹脸上还露出几分遗憾之色 搓搓手 爹不是看你从小就喜欢他吗 这天赐良机 多难得呀 这三年他抢了我多少军功 您心里没数 他不是救过你吗 我也救过他 算了 不扯这些陈年旧事 我挥挥手 总之回京之后 我就要和我哥换回来了 以后您说话做事都注意点 别露线 这三年戎风也没闲着 在吴明书院以我的名义写了不少文章 所以现在我是财情闻名大焉的戎二小姐 而我哥是军功赫赫的戎小将军 像给我们两个说亲的都排到十里地之外了 真是完美 一下子解决了家里两个老大男的婚事问题 我爹也很高兴 爹爹做事 你放心 之后就是凯旋归京 娘亲也带着哥哥在同一日从书院回了家 时隔三年 我又换上裸裙 我娘很激动 阿月 现在给你说亲的人都要踏破咱们家门槛了 明娘亲把画像拿给你 你随便挑 我哥在旁边说风凉话 是啊 挑个耐打一点的 这样婚事才能长久 我又掀了他的桌子 谁知道 我哥这个乌鸦嘴 一语成衬 第二天一早 画像没等来 倒是等来一纸婚书 萧云记一大早就进了宫 拿三年军功换了和我的婚约 对 我 荣家二小姐 我哥倒似乎很满意 则 这个家终于来了个能压制你的 我愤愤不平 你懂什么 只有我压他的范儿 我哥的眼神变得微妙 行吧 你们小夫妻开心就好 开心你妹 听说萧云记还留在宫里 我直接杀过去了 我在宫门外等了一天 傍晚 萧云记终于出来 他打马而来 任谁看都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模样 可惜脑子有那个大病 我努力挤出来一滴泪 琪琪爱爱上前 萧将军 臣女不配萧云记看着我 深邃眸中四藏灼灼星光 又很快收起 她忽而一笑 令兄说她妹妹温婉贤淑 今日一见 荣二小姐的确端庄大方 与本将军天造地设 我 咔嚓 我微笑着捏碎了袖中的匕首 但我现在是荣月 当街动手估计不太好看 我无所谓 我哥没人要了 可咋整 以后一直留在家里 还不把我烦死 萧云记眉稍微调 荣二小姐 你可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忍着 柔弱摇头 没有 萧云记轻声 啊 那许是我听错了 荣二小姐莫怪 可能在战场待久了 有时会出现一些幻觉 不是幻觉 毕竟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我垂下眼睛 咬唇 但我与萧将军并不相熟 这婚约要不还是算 你我既然已有婚约 自然与旁人不同 萧云记慢声打断我的话 何况我与令兄乃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这也算是亲上加亲了 萧云记我就说你当初不该弃文从武的吧 亲上加亲是这么用的吗 我杀雨而归 当天直接打烂了将军府的十三根梅花妆 我爹很是心疼 那个 阿月 那梅花妆陪了爹爹好多年的 你轻 砰 我面无表情踢烂第十四根 我爹一顿 你开心就好 我哥语气凉凉 所以 你顶着我的名义和他搞了三年兄弟情 我哪知道萧云记能干出这种事来 不过他倒是提醒我一件事 现在既然都回了京城了 那我和我哥是得串一下功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聚在一起 沟通了一整晚 荣丰听完我说的 沉默良久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爹一巴掌拍过去 欺君之罪 你想什么呢 我说得口干舌燥 连着灌了三杯水 哥你呢 我哥什么都没说 只伸出手 轻飘飘指了指旁边 一整个书架 我这边好说 你把那些都背下来就是 我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娘拍了拍我的手 没事 谁那么闲问那些东西啊 谁能想到我娘也是个预言家呢 第二天的宫宴上 长公主赵唐玉就一脸仰慕地请我现场坐视一手 我再三确认过 长公主的确不是故意找茬 她看我的眼神满是钦佩和期待 而且这三年容二小姐才名在外 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很正常 但是 长公主我们好像不熟吧 你这语气怎么好像我们关系很铁一样 我表面淡定的一批 实际在疯狂想着要如何逃过这一劫 大庭广众 这连作弊的余地都没有啊 我哥总算还有点用 站起身来 其实此次归来 末将倒是有诸多感慨 不知长公主可否愿意将这个机会让给我 赵唐玉显然没想到有人插嘴 有些不耐烦 但当看到我哥的脸之后 噎了一下 答应了 行吧 我哥果真当场写了一首 大约是受我熏陶 写得还颇有那个大烟匠星的法 众人纷纷夸赞 只照唐玉愣了下 看我哥的眼神变得索然无味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懂了 他好像觉得我哥没文化 但我还是偷偷竖大拇指 哥 你这可以啊 他语气淡淡 这改自你三年前的原作 我就说 感觉这么对劲儿呢 好在之后没再遇到什么麻烦 这本来就是为了萧云记和我 不是 和我哥设的宴 大家都是聪明人 当然各种捧着胯 本来今天来了不少青年才俊 可以任我挑选 但如今我已经和萧云记有了婚约 安国公府的权势加上萧世子的赫赫军功 震的那些人没一个敢多看我一眼的 我太悲伤了 下意识端起酒杯 就正撞上对面萧云记望过来的似笑非笑的目光 我倒是不知 荣二小姐也和令兄一样喜欢饮酒 我咬牙把酒杯递给我哥 干脆起身去殿外溜达散心 我怕再多待一秒 我就会忍不住动手了 皇宫有一点好 很宽敞 但也有一点不好 太宽敞 这路真复杂 我七拐八拐 走到一棵海棠树下的时候 终于站定 出来吧 片刻 一道人影从后面走出 居然是赵唐玉 他的神色竟有些委屈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这是什么满含恩怨情仇的对话 如 如果上次的信让你不高兴的话 那我收回 你别放在心上 信 什么信 我终于反应过来 一股火直窜天灵盖 荣峰 你死了 你用我的名字和长公主搞了三年的姐妹情 当晚我们一家人匆匆离席 再次紧急召开家庭会议 我哥安静了会儿 翻出一摞书信 都在这儿了 我捏了捏拳头 哦 之前好像没在书架上看到过呢 我哥严肃 这是个人隐私你懂不懂 我微微一笑 长公主刚才说书信往来三年 如今总算见到真人 说什么都要留我陪她一起睡呢 我哥咳嗽一声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她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好 我觉得她眼光不错 就这样 没别的 我冷笑 人家长得也不错吧 我爹赞同 确实 只比你娘亲和阿月稍训几分 我娘娇羞瞠她一眼 欣慰 这么说阿风的婚事也能解决了 为娘 真是想不到 你这辈子居然还能找到媳妇 这个家真的是从上到下都是歪的 想到之前宫宴上我哥念了那首诗之后长公主嫌弃的脸色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但我也顾不上我哥了 因为婚期就定在一个月后 我早知道安国公府是大户人家 但这次才明白 有钱人的生活真的超乎我想象 我爹是从小兵一路杀敌飞升成了将军的 虽说也算不愁吃喝 但和安国公府这种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 我爹看着聘礼担子 挠了挠头 和我娘商量 我看上次阿月打烂的那些梅花妆还能卖几个钱 我娘跟着点头 不能委屈了咱们阿月 我哥沉默良久 悠悠质问 荣月 你确定你们之间是单纯的兄弟情吧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 我因为他损失了多少桃花 那么多漂亮小郎君我一个都没来得及好好看看呢 就这么被一纸婚约困在了围城 只有赵唐玉和我站一边 他一边看着我刚刚从我哥那里拿的文章 一边点头 可不是吗?这门婚事可是他好不容易求来的 原本父皇不太乐意 不知道他在御书房和父皇说了些什么 反正最后不知怎地就同意了 他一定是喜欢极了你 你怎么回事? 我一把将文章抽出 赵唐玉连忙举手发誓 但他肯定没有我喜欢你 我又把文章塞了回去 望着他暗自发愁 好好一个长公主 怎么脑子跟我哥一样不太好使 不管怎样 大婚还是如期举行了 肖云记进来的时候 我刚吃完一碟芙蓉膏 则 别的不说 安国功夫的厨子手艺真是可以 深得我心 他挑了盖头 眼前隐隐绰绰的红色被一张清俊无双的脸容取代 都说灯下美人 今天可真是体会到了 只看他这张脸的话 这个婚还不算太亏 嗯 这男人怎么越靠越近了 我已经嗅到了他身上的淡淡酒气 不动声色退后 肖将军 我们这样 不合适吧 肖云记见眉微条 洞房花竹叶 这样不合适 哪样合适 你说得好像的确有那么点道理 其实我和肖云记一个战壕里打过仗 他的身体我见过好多次 对我而言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物价 但此时此刻 我还是只能选择害羞的低头 肖将军 灯 我身上大部分的伤疤都被娘亲的药膏养好了 唯独左胸口上方有一道 剑伤比较顽固 是当初就肖云记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 肖云记截我衣服的手忽然就停住了 如墨的眸子盯着那处伤疤 不说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男人该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我抬手遮了一下 偏头咬唇垂眸 五分羞涩五分窘迫 拿捏得非常到位 这是我以前在书院念书的时候 抓山鸡不小心被啄了一下 要是肖将军介意的话 天地良心 容风真的被鸡啄过 怎么这么不小心 肖云记的声音听来淡淡 却又恍惚带折点藏得很深的情绪 难以琢磨 我差一扭头 夜下看美人好是好 但就容易看体差 刚才那一瞬我居然从他脸上看出了几分心疼 他低声道 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我还没来得及表示感动 肖云记就开始抬手脱自己的衣服了 皆是漂亮的机理在烛火映照下 显得格外惑人 我忽然有点口渴 肖将军 你渴吗? 肖云记动作一顿 定定看我一眼 不过他没回答我的话 而是转身去倒了一杯酒过来 是刚才喝的焦杯酒 酒 回味着刚才那一口酒的味道 我痛心疾首地扭开头 安国功夫真的不一般 焦杯酒都这么好喝 只可惜我不能多成几次亲 这个时候我还不忘维持人设 肖将军 陈宇不胜酒力 还是 荣岳 肖云记忽然叫了我一声 我下意识回头 肖云记直接揽住了我的腰 扶手稳了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动手 唇齿已经被撬开 一股轻烈的酒意钻入 说不清到不明的慌乱生气 我一手按住了他的肩膀 结果却只摸到温热坚实的肌里 他小心地搂着我 镜像是在抱着西式珍宝 细碎地稳轻盈 而珍重地拂过那道伤 声音低沉暗哑 巧了 我也渴了 我的脸忽然热了一下 好在他再次吻过来的时候 终于还是吸了烛 第二天早上 我浑身酸痛地爬起来 忍不住吐槽 肖云记你以前上战场都他妈没出权力吧 大焉 有你这么会偷工减料的匠星真是倒霉 你根本不配和我齐鸣 哦 对不起 我现在有的是裁鸣了 怎么样怎么样 赵唐玉冲我暧昧眨眼 都说肖将军战场 英勇非常 是不是那么厉害呀 我怜悯地看他一眼 大焉拢共就出了这两个匠星 结果一个敷衍了事 一个已经被换成废柴 你们赵家的江山能守住真是奇迹 臣女并未上过战场 这问题公主还是去问我哥吧 赵唐玉撇了撇嘴 她不行 我瞬间坐直了 赵唐玉摆摆手 你看她上赐公宴上做的诗 我跟她肯定没有共同语言 我看着面前被磕干净的三盘瓜子 沉默 我哥这找媳妇的难度 好像挺高的 但是一山还比一山高 小厮来报 说我哥在街上被人拦了 那群将士对他仰慕已久 说什么都要请他帮忙指点指点 就他那胳膊团 真上去了 回头得花多少医药费啊 我匆忙往外冲 赵唐玉一把拉住我 打架有什么好看的 要不是周围人太多 我真的直接就把他打晕飞奔过去了 但现在我是个大家闺秀 何况真给赵唐玉看到那场面 我哥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就在我万分纠结的时候 又跑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小厮 荣小将军没和他们过招 我松口气 但是萧柿子和那些人打起来了 哦 我现在是柿子妃 这次换赵唐玉激动不已的拉折 我去了 快快 萧柿子为小舅子出手 这可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他对你真是一往情深天地 可见呜呜好感动 赵唐玉你平日里都在看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坐马车赶到的时候 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哥和萧云记站在一处 前方一众将士满脸崇拜地说着什么 萧云记姿态慵懒 慢声 荣丰战场负伤 尚未痊愈 你们以后想过招 找我就是 嗯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好的理由 忽然 萧云记似是察觉到什么 回头 看到我 他薄唇微挑 阿月怎么来了 我正要跳下马车 被他这一句阿月惊得脚下一滑 被他稳稳抱住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这一下真是坐实了我弱不禁风的人设了 当着大家面 恩爱还是要秀一下的 我红着脸拉住他的衣袖 担心夫君 余光里我看到我哥的五官扭曲了一下 而赵唐玉捧着心口一脸磕疯了的样子 萧云记一正 手臂收紧 眼睛里也带了笑意 这么喜欢我 那么多人都在 难道我还能说不 以前抢我军功 现在还要我说喜欢你 便宜全让你站了 旁边有人叽叽喳喳 都说萧世子和荣小将军交情甚度 谁知他戴荣二小姐更是如真如不 狼才女貌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 我把脸埋到了萧云记怀里 我怕我控制不住像我哥一样表情扭曲 被人瞧见就不好了 萧云记扶了扶我的步遥 又回头添了句 我看你那把剑不错 那人非常识相 立刻道 宝剑配英雄 既然世子喜欢 便赠予世子 然后萧云记转头 就将那把剑送给了我哥 方才就看你盯着那把剑看了许久 一定非常重义 我便不夺人所爱了 我哥看着那把雪亮的剑 沉没了 要不是怕那把剑太锋利被伤到 他能那么一直盯着看吗 我也沉没了 就算我现在不方便五刀弄枪 摆在家里看看摸摸也行啊 这可是夫妻共同财产哪 萧云记 我咬着牙根 尽量放轻力道剁了剁脚 夫君 你怎么带我哥比带我还好 萧云记拍了拍我的头 温柔道 放心 阿月也有礼物 我眼睛一亮 别的不说 萧云记家底儿是真的丰厚 他那把破云枪我看中许久 直到看到书房里新添的一整面墙的书 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赵唐玉眼睛都要粘在那上面了 这可是孤本 这也是 这本我和阿月找了好久都没有 萧世子 你这肯定费了不少功夫吧 萧云记看着我 黑眸似带笑 阿月喜欢就好 说这话的时候 他还揽着我的腰 赵唐玉一脸羡慕地看着我 阿月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高兴傻了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真怕下一秒就忍不住把萧云记的胳膊泻了 我哥倒是开口了 眼神悠悠 阿月德夫君如此 我这个做哥哥的也能放心了 说真的 他当初替我弟那把众如千军的红鹰枪的时候 都没这么咬牙切齿 可赵唐玉哪里听得出来呢 看到自己磕的CPNI非常 又看到了苦寻已久的孤本 这世上还有比他更幸福的人吗 于是他道 阿月 肖世子带你如此情深 你不想做事一手吗 至于荣小将军 听闻你刀剑都是一绝 正好也能试试那把剑是否衬手啊 旧 长公主的皇室血脉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怨落中 微风浮来 几片花瓣飘落 我割卧者见 面色沉肃 我抓者笔 相望沉默 那一刻 我脑子里闪过了很多想法 比如造长公主的反究竟算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 会不会诸九族 怕是不太行 我们家无所谓 但安国功夫家大业大 不太好办 于是我放下了笔 摇头轻叹 我现在满脑滋想的都是夫君 容不下其他东西 实在是写不出我哥拿剑的手抖了下 萧云记一正 旋即来到了我身后 握住了我的手 笑道 这么说来 这首诗该我来带阿月写 他说这话的时候 呼吸洒落在我后颈 有点烫 我没反应过来 就见纸上已经落了一首诗 赵唐玉惊叹一声 狮子 你这文才与阿月不相上下呀 这话好像在夸我 实际上在骂我 我真的酸了 萧云记你有这本事当什么武将啊 天要和我争 现在压力来到了我哥这边 他拧眉按着肩膀 道 我的伤口好像复发了 赵唐玉虽然遗憾 但被我嗅了一脸 也就没计较了 考虑到大燕难得出这么一位出色的武将 他也没为难我哥 荣小将军的伤看来还挺严重的 回头我帮你从宫里拿点西域进贡的金疮药 你肯定好得特别快 我哥很矜持 那怎么好意思 三瓶就够了 再多我真不能要了 我有点佩服他了 这三瓶怎么也能用个一年半载的吧 赵唐玉脸色红了一下 我本来以为他是害羞 后来才知道那是憋的 阿月 你哥也太过分了 那要很珍贵的 我也只有一瓶 我上哪儿去给他找三瓶 我怎么知道 反正后来听说长公主天天往他爹那里跑 各种献殷勤 说三瓶就三瓶 一瓶也不能少 而我在安国公府的日子过得也美滋滋 萧云记有个专门的练武场 刀枪剑戟摆了好几排 专供他一个人用 但他还挺忙 平日里就不怎么去 这怎么能行 我怎么忍心那些小宝贝如此备受冷落 于是我非常委婉地问萧云记 夫君 我哥说你那练武场看起来很好用的样子 萧云记看着我 挑眉 阿月满心满眼都是为夫 这点小忙自是要帮的 我 你想怎么说怎么说吧 于是萧云记不在的时候 我就带着书 领着我哥大摇大摆过去 然后我哥看书 我耍刀枪 这种神仙日子谁不喜欢啊 但人过得太顺 就容易放松警惕 我学经中贵女去飞云寺上乡的时候 被人劫了 看着横在身前的长刀 我屏住了呼吸 真是一把好刀 没记错的话 这是北辽大王子耶律奇的真品 以前他被我打得抱头鼠窜的时候 我见过 当时我就瞧上了 可惜当时没能找到机会搞过来 想不到今天居然又能见到 这送上门的 拒绝多不好意思 于是我看向那蒙面的黑衣人 故人相见 送这么大礼 真够意思 她也在看我 语气森森 你就是萧云记的世子妃 荣峰的妹妹 荣月 哦 感情还是叠加了仇恨值的 周围女眷还挺多 打打杀杀不合适 再说那也不符合我现在的身份啊 于是我掐了一下胳膊 红着眼柔柔弱弱开口 你们把其他人放了 我跟你们走 耶律奇估计没料到我这么配合 但她显然也想速战速决 于是挥了挥手 一位老夫人神色担忧地看过来 似是想拉我 姑娘 危险啊 我往耶律奇那边快走了两步 渲染玉气 他们本就是冲我来的 我不想大家被我牵连 不能再耽误了 不然天都要黑了 萧云记一下潮基本就和我待一起 到时候要是撞上了 我怎么解释那刀啊 一番折腾 我总算顺利被耶律奇他们关到了飞云寺的柴房 听说萧云记对她用情至深 她又是荣丰的亲妹 有她在手 我看他们还敢如何放肆 耶律奇说着 刀尖挑起了我的下巴 哼 还以为萧云记有多 到头来也不过是个难过美人观的俗人罢了 没有人不喜欢听人夸的 这耶律奇虽然人蠢了点 武力值也一塌糊涂 但总算眼光不错 于是我心情很好的发言 刀给我 我饶你全尸 耶律奇一群人齐齐正主 然后忽然就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大笑起来 你们听见了吗? 她刚才说什么? 哈哈她居然说 耶律奇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轻松解开绳索 夺过她手里的刀 一刻钟后 我用刀尖挑开她脸上的面巾 一脚踩在她的胸口 满条丝里地同她商量 我说 刀送我 怎么样? 耶律奇瞪大了眼睛 满是惊骇 你 你是 哟 看来认出我了 那就更好说了 我笑眯眯点头 对 就是你姑奶奶 阿月 姨 谁在喊我? 我下意识回头 就看见一大群人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禁卫军来了 我哥来了 萧云记也来了 他站在人群之前 副手而立 望向我的目光一片深邃幽静 光当 我手里的刀掉在了地上 反复思量之后 我决定赖账 夫君 你终于来了 我迈着小碎步跑过去 伸出手给她看 唯唯曲曲 那把刀好重 你看 我手都红了 一片寂静中 我哥深吸口气 扭头望向远山 身后耶律奇也在颤颤巍巍地骂 你 话音刚起 萧云记的视线便越过我的肩膀 落在了他身上 冷清而凛冽 还愣着干什么 一众禁卫军终于反应过来 立刻冲了上去 将那些人捂花大绑 其中一个还特别有眼色 直接拿一团破步堵住了耶律奇的嘴 然后他就只能冲我干瞪眼了 我哪儿还顾得上他呀 刚才那画面 萧云记看到了多少 我说的话 他又听到了几句 夫君 我刚才就是一时情急 话没说完 后面又走过来一位老夫人 姑娘 你没事吧 就是刚才担心我的那位 关键 赵唐玉怎么还扶着他呢 祖母 您别担心 我看阿月好端端的呢 我居然还顺手救了太后 太后还是放心不下 估计过来得晚 没瞧见刚才的事儿 冲着萧云记道 云记 你可要好好照顾你夫人 她方才都哭了 可怜见的 萧云记一顿 汉手 太后说的是 阿月素来柔弱 今日的确是受了惊吓 说真的 我觉得她这话说出口以后 在场其他人受到的惊吓更大一些 照唐玉看看我 又看看我哥 欲言又止 萧云记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 握住了我的手 温声 手还疼不疼 我忙不迭点头 萧云记眼底浮现笑意 忽而抬手取出一支有点眼熟的红玉簪 帮我挽了挽有些凌乱的头发 那 我们回家 我待在原地 直到回到了安国公府 我都没说一句话 萧云记取出一瓶药膏 过来上药 我悠悠看她 萧云记笑了笑 坦率开口 前段时间就查到耶律奇等人有异动 就提前布下了网 本以为他们是冲着太后去的 没想到 我哥也知道 这计划有他一半参与 合着你们的谋略心思都用到我头上了 你们自己想想这合适吗 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 我深吸口气 那你 什么时候知道 我是我的 萧云记的表情有些微妙 回京前夕 我回忆了一下 瞬间炸了 我就说 那天晚上你是喝了假酒吧 萧云记暗了暗眉心 当时我只是有所怀疑 后来你把我敲晕送回营帐之后 我就确定是你了 我嚣张地气焰顿时熄灭 因为他这话可信度真的还挺高的 说到底还是我理亏呀 我试着打圆场 那 那证明我这么多年 还是宝刀喂老哈 萧云记淡淡看了我一眼 我善善闭上了嘴 他又拉过我的手 要帮我上药 我瞅了眼 觉得好像哪里见过 萧云记直接解释 从戎风那里拿的 哦 他现在的确也用不上这东西了 我长叹一声 任由他拉着我的手 物字发愁 那现在怎么办 欺君之罪 要株连九族的吧 萧云记却似乎并不担心的样子 漫不经心道 我当初求赐婚的时候 还求了一个免死金牌 这男人心眼怎么这么多 我不可置信 你那三年军功居然这么值钱 换了和我的婚约不说 还顺带加了这么个宝贝 萧云记随意道 也没什么难的 无非就是简单和陛下沟通了一下大烟如果没了荣家和安国功夫 会是个什么情况而已 我趁机抽出手 竖起大拇指 陛下圣明 擦药挺麻烦的 等会儿我还得去洗 萧云记看着我 挑眉 没其他想问的了 我心虚扭头 没 没了 他安静了会儿 忽然道 我这个人 向来说话算话 嗯 我差一回望 却跌入他深邃的眸 我说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给 这句话 当初 现在 和将来 荣岳 永远都对你有效 我听见心脏快速跳动的声音 他定定看着我 低声道 我把红玉渣还给你 荣岳 你把你自己给我 好不好 这么多年了 我眼狗的本性仍然没改过来 任谁被这样的角色这样看着能顶住啊 反正我不行 然后我就听见了我自己的声音 好啊 后来我多少是有那么点儿后悔的 因为这红玉簪本来就是我的呀 我这是不是亏了 我试图跟萧云记讨论个明白 然后他就低头去闻我左胸上方的伤口 喘息咧咧 呼吸滚烫 他低沉暗哑的声音里带着笑意 阿月 分明你也喜欢我 这么多年 说不过他 因为 这也是实话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 全京城都知道了我和我哥互换身份的事 不过我们一家担心的事的确没发生 倒是北辽为了换回耶律奇 割地赔款一通操作 元气大伤 安国公府和荣家都得了赏赐 于是我获得了双倍快乐 一个月后皇上赐婚我哥和长公主 不得不说这进度真的比我想得快了那么一点 我爹娘倒是很高兴 有人要了 阿风有人要了 我偷偷去找了赵唐玉 怎么回事 赵唐玉脸又一红 你哥那要用完了 父皇说成婚的话就当陪嫁送了 我震惊 他还好意思装呢 赵唐玉叹气 我之前怀疑他 非要让他捂剑 他就受伤了 这是平本师娶的媳妇 他抬了台下巴 清亨 真心喜欢 怎么可能会认错 我摸了摸头上的红玉簪 也笑了 说得也是